随着我国的发展,现如今我国在国际上,不但有着不同反响的影响力,因此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我国发展。 不过大部分外国人,对我国并不适合了解,因此时常会出现一些外国人前来我国看望亲人,刚下飞机就会感到惊讶。 这不知前就有一个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个法国姑娘的家境非常好,家族十分庞大,从小就养孙处优的,接触的人群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们。 不过让这个姑娘非常疑惑的是,自己的男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放弃在法国优质的生活,非要到中国过苦日子,因为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。 在她的印象中我国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,根本无法与法国相比。 而现在与男友分离三个月了,为了看看男朋友,于是他就买了钱来中国的飞机票。 很快这个法国姑娘就到了中国,而当下飞机后就看到了男友,不过见到男友后,这个姑娘就开始询问了男友怎么来到了一个发达国家,还跟她说来到中国,而她的男友发了一下白眼直言,这就是中国。 可是这个姑娘却不相信直呼,别逗了这不是中国,但在去男友公司的路上时,男友也跟她做了一番教导,更是明确的重复。 这就是中国,如今中国比法国还要发达,来到深圳这座城市,你会发现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 可见这个姑娘对我国还是不太了解,现如今我国在发展中国家,中,是一个经济比较好的国家了。 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发达,但在一些方面并不输给法国,不过也不能怪这个姑娘,主要还是西方媒体一直都抹黑我国,让老外对我国的印象都不是很好。 对于西方媒体的做法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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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